蘇晟瑩韓 郭文貴 郭文貴 沒有內容 所以只好Gay by一點 對啊 前面兩個講者都覺得講超好的 我自己 我昨天晚上半夜才在那邊趕檢報 對啊 因為我最近 因為我自己開餐廳 然後在那個 就是剛才說在附近北部商 然後最近 很忙 因為我像我上禮拜才 就是 就是去了兩個外匯 然後下禮拜 這禮拜也有 就是我從禮拜四開始課 到禮拜天 我等一下還要回去 就我夥伴才還背掉 我等一下要回去 還要再出餐 我那還有客人 那我叫Magic 為什麼叫Magic 是我以前是魔術師 那有沒有人會變魔術 沒有 都沒有 喜歡看魔術嗎 我也喜歡看魔術 所以我因為喜歡看魔術 所以我在高中的時候 我學了魔術 那為什麼會學魔術 是因為 是因為 我高中的時候是機械製圖科 所以每天對電腦畫圖 就一直在畫畫 然後 就是 就是對一些機械機構 一直在畫 然後畫的 覺得每天都 很無趣 所以後來在路上 收到一個衛生紙傳單 然後反橋開一些魔術店 然後就走進魔術 魔術的世界 然後開始 後來做了魔術店的電源 然後也做了魔術的家教 然後再接了很多的尾牙場 然後靠魔術養我養了兩三年 然後 OK 對那這是我開的餐廳 叫說食 說話的說食物的食 那因為 嗯 我很喜歡 在 我喜歡旅遊 喜歡玩 然後在玩的過程中 我會認識很多的 在地的食材 我很喜歡台灣很多 在地的文化 那 台灣很多的農產品 很多 甚至我們 四面環海 很多的 呃 漁產都非常的新鮮 非常的豐富 所以 呃 在台灣各地都有非常多很特別的食材 比如說 在彰化有一個種香菇叫做杏香菇 有人知道嗎 它是杏鮑菇跟 台灣香菇的結合種 它有杏鮑菇的外型 它比較小顆 然後台灣香菇的香氣 然後有杏鮑菇Q彈的口感 餓了嗎 對 所以 在我的餐廳裡頭 就是 就是我會跟客人介紹說 你現在吃的東西是什麼 那 它是從哪裡來的 比如說 大家知道 大家常去西堤常去網民 常去外面吃排餐 那有些人會點了鴨胸 台灣的鴨胸 大家最知道的是 宜蘭或花蓮那邊的櫻桃鴨 最常見的 但我們 不崇尚就是流行 我們 我們 在台灣旅遊當中 我們發現了有一個叫 稻梗鴨 它在苗栗那邊 稻梗鴨 那稻梗鴨它是在稻田裡面滑水 那 稻子在幼苗的時候 它最怕的是 福壽羅跟福壽羅的卵 那 鴨子在滑水當中 他們就會去吃這樣子的卵 跟福壽羅 同時它長得很白白胖胖的 然後肉質非常鮮嫩 對 那稻子也長得很好 然後我們會把那個稻子 稻梗米 拿來 做成那個 然後 跟鴨胸去搭配 對 OK 那我們在 就是在我的餐裡 就會像是我的這樣的介紹 OK 那 就是最近很多人在談斜槓青年 那這是我的斜槓 就是 我 從小學音樂 因為我家人 我家 就家裡 就是 就是我家 我爸是開公司 然後他開一個小小的電子加工 然後非常 就是 也是勞力密集的一個工作 然後每天就是加班 然後工作 那 他們希望我們 可以 有一個 比較 大人都希望他們 小孩子之後的職業會比較舒適 所以他讓我們 小時候學音樂 那我也是在教會長大 所以我在 教會裡頭 就是也有服飾 然後就是 我們從小在 接觸很多的音樂 那我們從小就是學鋼琴 然後後來學打鼓 甚至我去年剛退伍 我去年是在 空軍的軍樂隊裡面服務 嗯 那 音控師 因為在教會裡頭 很多就是 音控 就是 音樂相關的設備的使用 所以我同時也考了音控師的執照 那也是外語靈隊 外語靈隊是因為我 我高中生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 讀了很多 就是我們是餐旅類群 所以餐飲跟旅遊是 一環的 所以我們要考大學的時候 我要考餐飲系 我要做一個廚師 但是我必須要學旅遊的東西 要讀很多旅遊的書 那那時候想要讀那麼多東西 那 來考考看好了 然後就考了62分 低空飛過 所以就 就考到了外語靈隊 繪圖師就是因為高中 就是繪圖 魔術師 廚師 然後攝影師 我自己有個攝影團隊 因為我們 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都 就是我們會出國去比賽 我們就是算是 我們是台灣廚藝美食協會 然後也是 算是台灣的國手 那我們會出國比賽 每次會跟 我們一次的比賽 在國外的廚藝競賽 我們會有 大概 八百到一千位的廚師 來自世界各地 那 每個人去不會只比一項 就是我們可能會比 現場的西餐烹調 可能會比現場的 切蘿蔔絲 看誰切得比較厲害 那 去的時候就是我們 一個人如果 比三項 那一千個人就有三千項 就有三千盤的 展示在那邊 三千盤的菜 那我就很喜歡做一些紀錄 就把它 我那時候帶了一支相機 然後拍拍拍 拍出了興趣 所以我們後來也就是 也有一個攝影團隊 我們拍了很多社會企業 很多的 就是像是 像是社氣流 像是 橘子基金會 像是城市讓人 像是 很多的 社會企業相關的影片 或者是現場活動紀錄 都是我們做的 那像瓶酒師 我自己有 英國瓶酒師的認證 因為喜歡做菜 喜歡吃嘛 那我們也 我就也就跟了 一些瓶酒的老師 一起到處喝酒 所以就 拿了瓶酒師 那從小我喜歡運動 那我也 特別喜歡桌球 那我們 我那時候也 就是 當上桌球的選手 那也考上 考了一個裁判證 恩 所以我覺得我每個興趣 我都把它 就是 因為我剛才說我喜歡生活 然後我 享受我自己的 我希望我有個 很高 有高品質的生活 所以就 我希望我的生活裡面 有一些不同的元素 然後不同的驚喜 在我的生活當中 所以我就學了這麼多東西 然後每個東西我都 可以把它 雖然都不是最頂尖的 但是我希望它都是一個可以 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對 OK 那 回過的就是創業這一塊 就是 創業是 恩 為什麼會開這間餐廳 是因為 我去年剛退伍 退伍的時候我在想 我要出國 我還是要留在 台灣 因為台灣 相對餐飲服業的大環境 比較沒有那麼的友善 而且 我在我從高中開始 在外面做學徒 那 做學徒到現在大概 10年的時間 我在10年這10年當中 我在想 我未來 這一 就是我的一輩子 到底要不要做 廚師 因為 餐飲業的相關 餐飲業的環境 是 很限制 是我們八九點起床 我們開始 上班 然後大家上班的時間 我們也在工作 在備料 大家休息 午餐吃飯的時候 是我們最忙的時候 下午 繼續備料 大家吃晚餐 下班 吃晚餐聚餐的時候 又是我們最忙的時候 所以每天工作 13 14個小時 我們 剩下的 下班之後 只想要睡覺 那大家 開始過年節 開始做情人節 聖誕節 這些節日的時候 是我們 更加忙碌的時候 所以 而且我們平常 休假的時候 大家都在上班 我們休假都在上班 我們沒有 沒有人可以找出去玩 這是一個 很限制 我們 做這一行 必須要面臨的 就是這個現實面 我們不談 到底賺多少錢 難得 我們生活 就會被 剝奪 就是我的感情 家人 就是 這些是沒辦法 就是 很限制 我們沒辦法跟他們 有正常的 就是 互動 或者是相處的時間 那 我在想到底 我要怎麼辦 我去年剛退伍的時候 我要出國呢 還是 繼續走這條路 那在這時候呢 就會有 那時候就有一個 朋友他們也是 就是一個啤酒的品牌 然後他們有一個空間 他們剛好測出 然後問我說要不要去看一下 然後去的時候 我就想要 看人家之後 我覺得還蠻喜歡的 而且 我在想如果我自己創業之後 就是開了這間店 那我有沒有辦法 用品牌方式的經營 在三五年內 把它做好 然後之後 我可以顧及我的生活 然後 又可以 就是 做我的料理 然後做自己的喜歡的事情 然後把它 做到最好 然後我同時間 又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品質 顧好 所以我現在我的餐廳 是純預約制的 有沒有聽過私廚 私廚餐廳 台北這樣很多 我就是一個 其中一個私廚 就是 我的方式 我小餐廳 一個餐期只接待 一組的客人 所以 就算兩個人來 也是包廠 那包廠我兩個人 一個人如果是 吃一千五 兩個人就是三千塊 三千塊 也是包廠 所以我就說 我常跟朋友說 我是一個不算錢的餐廳 我賺的是我自己的生活 那 這個餐廳只要 可以維持下去 有更多的喜歡 那 我就可以去走下去 那 這是我餐廳門口 我種了一大排的 那個 香草 然後這些 我餐廳門口那些植物 完全都是可以吃的 然後 因為餐廳 因為我剛 退伍沒有錢 我就跟家裡 借了 四五十萬的 四五十萬要開一間店 非常難 我連三個月的 押金或者是什麼 用不用我只有二十多萬 可以來買設備 所以 我 比如說我先 連遊戲又自己抓 我的燈自己裝 我的 冰箱 什麼東西全部都自己找 為了省錢 我沒辦法做系統式的 請人家來規劃 沒有錢請設計師 我就找我設計師的朋友說 過來我請你喝兩杯酒 炒一盤麵給你吃 幫我看這邊 這面牆可以怎麼用 對 對 那 譬如說我後面有後陽台 後陽台原本是 那邊很多貓 很多野貓 那邊超臭的 就很多貓在那邊大便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辦 後來就是 我從桃園運了 這麼多的砧板 這砧板 一片一百塊 超便宜 就是我很 我很會找這種東西 如果 大家有 就是知道 想要購物 都可以 我在 在我樑台 就是用了這樣子 然後 在後面蓋了一個 Costco的 組合屋 我就直接 在台北蓋一間房子 如果在二十幾歲 有一間自己的房子 就住在裡面 我住在我的餐廳裡面 然後 就在裡面 就是 就是 我就住在裡面 然後大家如果 晚上 做比較晚 然後我可以陪 大家喝喝酒 然後喝完之後 我直接出到小木屋裡面去 對 這是我的餐廳 對 那 我常常有時候會辦一些 就是 就是 Party 然後請朋友來吃飯 然後是我的 然後我們有開始會接一些外匯 那 就是因為我 其實蠻感謝是我的 餐廳在 我其實開到現在大概半年的時間 那這半年來我們有很多不同的 驚喜 就像 有一些 在船上 辦外匯 吃在船上 然後 有一些 政商 政商界的聚會 對 一個人吃3000塊 16個人一桌 對 對然後 有人說有 可以上節目的機會 然後這是我的菜單 就是 我們是完全客製化的菜單 就是我們會跟客人討論說 你喜歡吃什麼 你不喜歡吃什麼 你們這一次的 這一次的聚會 的用餐形式是什麼 我們完全是否客製化的 然後我覺得這是 這是我的餐廳 然後我 就是我創的 然後我的菜色 簡單看一下 因為 我沒有時間做跑步 這是放一些 照片 自己自己拍的 就是 就是拿攝像機 因為沒有前景攝影師嘛 自己拍自己做菜單 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也很榮幸可以 就是像我們也接到像是 B&W 飯德集團的 就是 就是外匯 就是他們 就是便當 那我想分享最後 最後一分鐘是 呃 我覺得 我就想我想就是 我不是一個很偉大的人 然後我透過一個 我蠻 欣賞的一個前輩他說 他是江振成 他就是 被譽為印度祥上最偉大的廚師 開了一間 那個三星的餐廳 然後 呃 他說就是當你 當你 認為自己在吃苦的時候 代表你就沒有passion 就沒有熱忱 可是當我們的 反而是 可是當我們的熱忱 我們的passion 燒完之後 還剩下什麼 就是讓我們支持下去的 對 那我覺得是 我 我很感謝很多顧客 很多的 很多的 就是來這邊客人 喜歡我們的餐點 然後 我覺得 大家的回饋 大家欣賞我的東西是 我 我就算再怎麼 再怎麼辛苦 我都願意做下去的一個 動力 對 這樣 這個分享 謝謝 謝謝 大家幫我們放旁邊 謝謝 下次我們交點回去你餐廳 拜拜